哈喽 美丽的我又来了 我们今天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做了曲奇饼干 我们都已经第二次做了 你会呢 我走到一家不绕口令 我太苦了 三山 冲四水 三山看四水 四水绕三山 四水绕三山 今天读完绕口令以后 梁阿姨说 哎 我们下一次就只坐在 不绕口令 我说这得看大家的想法 大家喜欢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人家比较多什么 我说妈 你想法喝 这四川话 整个绕口令很可爱 我以前就是这样念 来 我们来读 我们来读 我们来做曲奇饼干 非常非常非常的容易 跟那个 我那天做的燕麦饼干一样的容易 然后那个燕麦饼干做完以后 很多很多人做 还有我一个婆婆的女儿也做完 然后发给我 然后我真的觉得做得很好 我希望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大胆的拿起手上的这个 饭脖 开始做起来 曲奇饼干最重要的就是黄油 你看我弄完这么多黄油 80克黄油倒进来 然后30克糖粉 好 然后把它搅拌 这是一顿饺 我每次都学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加牛奶 那牛奶呢 我一般会加奶粉 所以我每次会加个几勺 然后这样吃起来更加营养 这可不是黄糕 然后就一顿饺 打到这样发白了 然后这是一个蛋黄和一个全蛋 把它搅一搅 然后加这个蛋液 这个蛋液要分量的加进去 加一点 打一打 然后再继续加 继续打 这样反复 最后就打成这种黄油和蛋液 可以融合在一起 看 就打好了 然后再把110克的冰激面粉 放进去 搅拌均匀 拧着脚 然后我挤那个花的 从这里剪不要剪太高了 剪完以后 把它全都放进去 看 就已经弄好了 我们有八个爪的这种 发轮出来才更好看一些 就是要打圈圈 打一个小圈圈 OK 然后打第二个小圈圈 好了 全部搞定 然后现在撒点黑色嘛 有些喜欢吃的 说是啥还是不喜欢吃的 不喜欢吃的 但是还是蛮挺好的 吃宝宝的时候 我有掉一点头发 然后现在就长那种绒毛 不是绒毛啊 就是短的胎毛 这是本来就会长吗 还是我越来越年轻了 我想到就是豆芽 我摸它的腿 我说有腿毛吗 不是有 我说压着腿毛在哪里 看我紫腿 然后我紫头发 然后小白说 头毛 现在呢我要准备拿去烤了 今天有一双新的手套 因为实在看不下去 我拿五手套做了好几斤 我每次都说 安子好好来来来 口口嗦嗦的 一百七十度烤十分钟 烤十分钟之后 再调到一百五十度 烤十五分钟 叮噹 我们现在等待的时间 想留阿姨的撂口链怎么办呀 她现在已经躲到医院去了 她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们就是 再来一个 你就可以让你儿子听听你的声音啊 来 六十四 四十四 十四十 十四十 十四十四 十四四十四 四十四十 四十四十四十 谁能说准 谁能说准 四十四四四 四十四四十四 谁来 试一试 感觉我说准 好了 我拿着我的新手套 把我做好的几只饼干拿出来 刚才拿出来的时候 上上面有一点油泡泡的感觉 我眼黄油放多了 但是提香无比 好香好香 烫吧 现在有点烫 第一次是这么烫的饼干 上面有芝麻 就是有种饼干 现在市面上买不到的排队 那我这来吧 不用排队 有那个黄油的香味 还有那个芝麻的香味 你们家宝宝一定会是最喜欢吃的 你也会是最喜欢吃的 我会是最喜欢吃的 真的好吃 嗯 再这样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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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